首批5,000個發表申請者免保地價買居屋的名額 將分兩批公布,今年年初接受申請 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與傳統居屋申請人一樣 新居屋原用傳統居屋,用市價折扣的定價模式 中簽者買入後有兩年轉售限制,如果保地價就不受限制 而兩年後就可以免保地價賣給錄表申請人及合資格的白表申請人 防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說 設立兩年的限售條件可以防範炒賣 如果計劃進展順利及繳活二手市場會再推售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